接下来颁发特殊贡献奖 本校创校至今已48周年 在成长茁壮的过程中 获得社会各界诸多的协助与奉献 造就今日的卓越成就 为表扬校友、机关团体与个人 对于校务发展有重大贡献者 特别设立特殊贡献奖 于校庆大会公开表扬 首届特殊贡献奖得奖者为 刘昭明先生 刘昭明先生在总会长任期内 成功地团结了全球冯甲校友 凝聚校友的情感 提升校友的向心力 使得冯甲校友充分地了解母校 在全体师生努力下所获得的卓越进步 进而认同母校、支持母校 同时也向社会展现出冯甲校友 在各专业领域的优异表现 与对国家社会的重要贡献 使各界了解与肯定 冯甲大学自创校以来 优良的办学绩效 请刘昭明先生上台领奖 恭请校长上台领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謝謝校長 請劉扎銘先生致詞 校長請回座 我們校張董事長 還有高副董事長 各位董事 還有我們張校長 還有校友總會 還有我們榮譽總會長 學榮譽總會長 還有我們張執行總會長 各位師長 還有各位我們宏甲大學的校友會的會長 校友們 還有我們母校在校的學弟學妹們 大家好 大家早安 今天 張明很慚愧 來 領起 這份母校頒發的特殊貢獻獎 因為我覺得 我只不過是 做一個安分守己的洪甲人 用我們 以我們洪甲孝訓 鍾情成獨 為準則 那麼 就照這個準則 那麼 我一直去努力 去做 所以 真的是很慚愧 尤其是 在座的很多 學長姐 你們都是我 學習也是我尊敬的楷模 所以真的是 愧不敢當 那 那麼 我在民國五十九年 我從 母校 畢業以來 那 我一直 存著一份感恩的心 那麼 因為有 我們母校 隊友的便宜 還有我們 跟市長 隊友的交匯 所以 我才能夠 真正的體會到 我們母校 校訓 終於是 終於是 勤於血 陳於心 賭於血 那麼 那 因為有這個校訓 所以 出社會以後 才能夠做一個 堂堂正正的 紅甲 堂堂正正的社會人 那麼 民國六十五年 創業以後 又得到母校師長 還有我們 紅甲校 我們 很多的指導和幫助 所以 在事業上 才能夠順利的拓展 那麼 也才有能力 響應我們 當時政府 的這個 啟習 對企業界的啟習 立指台灣 胸懷大陸 荒野天下 那麼 所以我在 我們台灣市下養會 在三十幾年前 在三十幾年前 台灣市下養會 創會 創會以後 我都 一直 積極的 去參與 那麼 參加 各項的這個活動 那麼 藉著 這個 各項的活動 參與 表達我內心的這個喜言 內心的感恩 也來 表達我回饋的 一份心意 那民國 九十六年七月 更沉門 我們五校 師長的這個 愛護 還有各位 學長姐 裡面的支持 所以招民 有機會 我擔任了這個校友總會 總會長的這個職務 那麼在這個兩年任期內 我也把握這個英年 和各地區 在座的各位 大家一起 來營造 我們溫馨 和諧 團隊 有活力的 我們這個紅甲大家庭 那我想 在這個過程中 那我們都朝向 我們服務校友 回饋母校 還有福利社會 的方向 大家一起去 向前邁進 那如果說有一點點的成果 那其實啊 應該說 要感謝我們母校師長 你們的這個支持 鼓勵還有指導 還有我們全體校友 大家的這個參與 大家的這個犧牲奉獻 那 所以我想啊 其實 如果說 我們沒有一種 團隊的合作 那如果沒有眾眼和諧 那沒有大家的集體創作 我相信啊 是不可能會有成就的 所以 我要謝謝 我們藉著這個英聯 謝謝我們在座的各位師長 還有謝謝各位 學長姐 各位校友們 謝謝 謝謝 再次謝謝劉昭明先生 為本校所做的貢獻 我想 今天母校 頒發這個特施貢獻獎 給昭明 那麼我昭明在慚愧之餘 更會以他作為母校 和各位校友對昭明的提醒 雖然我已經卸任了這個總會長的這個主責 但是我永遠都是洪甲人 永遠都是以洪甲為榮 也永遠跟大家一起來關心 一起來愛護我們這個洪甲大家庭 那麼更會支持 也配合努力的去配合我們曾總會長 還有歷任總會長 大家的這個會晤推動 那麼我想 趙明謹在此 也很誠懇的希望 和所有校們 以及前提在校的學弟學妹們 我們大家一起來互相勉勵 那麼我們大家一起 腳踏實地的來發揚光大 我們洪甲大學 珍貴的文化資產 忠勤成獨 人人善盡自己的這個心力 經營自己幸福美滿的人生 那麼也把把握當下的每一個英年 回饋母校 服務校友 大家一起來建立我們安和樂立的社會 那最後 我祝福我們母校校運昌榮 那也祝福在座的各位師長 各位學長姐 各位在校的學弟學妹們 大家身體健康 大家平安吉祥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謝謝劉昭明先生 請回座 謝謝